他们的名字,钟任多美也是博士学历,却甘愿在家做家庭主妇,还要忍受婆婆的指手画脚,以及医院里师妹周敏对自己老公的暧昧。 张伟晨一方面故意聊周敏,一方面又在老婆发现后解释是人家倒帖,这波操作看似想求关注,引起老婆注意,实际上可不是这样。 任多美和张伟晨的婚姻,开始与她要出国学习,那时候张伟晨家中父母生病,一张结婚证,将任多美和她父母绑在了一起,而她远在国外,和年轻的师妹一起度过出国的几年。 用周敏的话说,在国外几年,张伟晨一直都很依赖她,而回国后,张伟晨就开始家中依赖任多美,工作中才依赖周敏。 周敏以为伟晨是为了对多美负责,事实上,在张伟晨误导她对自己产生感情,而被多美发现时,她毫不犹豫放弃周敏,选择跟多美离开,这不是负责,也不是懦弱,而是审时夺势。 事实上,张伟晨既不喜欢周敏,也不爱多美,她只是需要一个家庭,和一个能听话,围着自己转的妻子,之所以反对多美有自己的事业,也是因为她的控制欲。 事实上张伟晨就是一个妈宝男,明明喜欢孩子,却一直拒绝多美想要孩子的说法,还将生孩子的压力给到多美,在自己不能生育的事情无法隐瞒的情况下,造假运简单,将锅甩给任多美,在一副好老公的样子,说自己不介意,从而让多美对她产生愧疚。 事实上任多美,根本就不是一心围着丈夫转的妻子,她对张伟晨也没有多少爱情,提前做了检测的她,也知道张伟晨在说谎,甚至在张伟晨知道她开医美机构后,贬低她,打击她自信的时候,也被她看出来了,并直接回怼,反扑确实大快人心,而且她也不是好惹的。 一直以来不管是张伟晨精神出轨,还是在婆婆面前的不作为,多美虽然心泪却理智处理,而且从未想过离婚,之前觉得她傻,以她的能力,每个月两万并不算多,老公虽然优秀,但是房产什么都跟自己无关,这样坚持的婚姻看似没有意义,但是看到伟晨造假运简单,才发现多美不离婚其实是对的。 张伟晨是个只爱自己的人,不能生育让她对妻子产生了变态的控制欲,如果周敏是她妻子,估计早就疯了,抑郁了,而多美将家经营得很好。 如果多美早离婚的话,估计什么也得不到,还会因此被婆婆和张伟晨诟病,任劳任怨多年,离婚时一身惨淡,这不该是她的结局。 得知丈夫调换孕简单,造假她不能生育,多美没有愧疚,而是相信自己另外一份真实的检查结果,从而给张伟晨以她最忌讳的打击,这样一来,即使她吃回头草,周敏也不喜欢她了吧。 而且,投资一美的钱,多美是用张伟晨的,说白了是夫妻共同资产,利用她的钱,发展自己的事业,等到事业有成,再甩开无耻渣男,这不比大闹一场什么都没得到,惨淡离婚更好。 不得不说,任多美干得漂亮,有事业之后,更有底气了。